这就是徐振泰执行长带领的极致机械工艺联盟所打造的金属作品展示现场 地点在台南的观光工厂 拆车梦工厂 里面满满的布置都是用回收的汽机车费金属零件所创作的各种文创艺术品 让到访游客是惊叹连连 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让人仿佛进入了外太空奇幻世界 又像是进入了魔法师的世界 这些作品都是由观光工厂委托徐振泰与极致机械工艺联盟的好手们 将回收的车辆废金属零件透过创意设计制作再度蜕变重申 来推广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环保理念 让游客觉得相当兼具环保与创意 最主要是我们可能在过程中我们都觉得说回收 就是到回收厂然后之后再利用的话 就是再制作成新的东西 其实看到这些东西之后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真的 也有另类的回收方式就是我们再把它做成艺术品 然后再赋予它生命 那其实还不错这样子 然后是很有创意的那个一个行为一个方法 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觉得这样这些东西原本都要被丢掉了 但是它现在结合了就是跟这边的艺术家结合 让它又重新赋予生命 你觉得看起来就很漂亮 可以激发那个就是小朋友他们创意的想法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可以就是这么有创意的 变成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美术馆的概念这样子 然后又结合旁边刚好就是拆车的地方 那其实它就刚好结合说 我们其实我们东西不是丢了就丢了 它需要经过一点串的一些程序 那我们经过这些程序之后才会变成我们可以回收的东西 那顺便也可以就教育下面的小朋友这样子 就是回收不只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然后我们回收之后的东西也可以让它有非常有意义这样 因为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那个猪雀啊 然后白龙白虎啊 就是青龙白虎那些就有四个 然后我们就很赞叹 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可以有另外的艺术创作出来 然后美到一个地方都是一个惊奇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就是用一些汽车零件所去打造一个世界地图 那它是使用特殊的铜锈工艺就是水跟火的元素所去融合而成的 它有点仿生锈的感觉 那你们有发现台湾在哪里了吗 台湾在那边是比较不一样颜色 它主要是由金属融解形塑而成的 那就是因为代表台湾在大家眼中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给它一个金色的颜色去做区隔这样子 拆解下来的回收车辆还可以做成创意家具 可以变成书桌椅子床与吧台 各种有趣的创意让人大开眼界 它就是宾室那它是宾室1320的其实是一个后超厢的部分 后车厢感那就是我们回收以后拿来再做使用把它打造成一个霸台桌 对 给它一个霸台桌风格的桌子 对 就是一个蛮好的运用这样子 户外区域也可以看到用废弃的车头做成的烤肉架 以及用各种废金属零件组成的酷炫摩托车 吸引孩子们游戏探索 另外DIY手作区也是热门区域 游客可以体验用废弃的金属小零件完成作品 让亲子透过手作加深对环保的认识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DIY教室 那我们这边有跟我们汽车零件做一个结合 那打造一个环教课程的概念 那这个主要的话它就是使用变速箱的齿轮所去打造的一个补梦网 那就是搭配羽毛跟一些毛线去做一个搭配 那有点工业风的感觉 因为小朋友他本身很喜欢热膏 所以就是带他来这边认识一下 就是车子使用到最后回收过程 然后他其他的零件可以做什么样的二次使用 对就是教导他除了平常在家里面玩乐高以外 其实其他的东西做回收之后也可以再次的利用 比如说创作 对所以就带他来这边自我创作 这样有一个起发吧 因为小朋友平常就是读书补习安清班 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有独立思考的时候 所以我就刚好看到这个 欸很特别 因为全省航空这边 对是做那个回收汽车的再次利用跟艺术创作 我觉得很棒 观光工厂结合匠人们的巧手 推广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理念 实际观察 透过各项创意作品的展示与推广 的确让环保教育变得更活泼有趣 也让每位游客收获满满 记者陈淑萍台南报导 你 不 不